接下来为您播出法律讲堂 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情与恨 女儿嫁人不认妈 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法律讲堂 2008年4月的一天 南方某城市的一个高档小区里 一个本该安静祥和的清晨 却被一栋别墅里的吵架声打破了 小丽我求求你了 让我留下来吧 是我不好都是我的错 我以后啊会改的 一个年迈的保姆抱着女主人的腿 跪在地上苦苦的哀求着 小丽她也救不了你 让你走就赶紧给我走人 看中我家吃的好住的好 死皮赖脸了不成 说着呀 这男主人就把保姆往外推 可这老保姆却死死地抱着女主人的腿 一丝一毫地不肯挪动 就在这时 这男主人上去就是一脚 狠狠地踹在了老保姆的身上 随着啊的一声惨叫 老保姆就从楼梯上摔了下去 这照道理说 遇到这么难服事的人家 做保姆的肯定是早早走人 另谋出路了 可为什么这个老保姆却死活不愿意离开 她到底在留恋什么 难道她有什么难言之隐 还是说她真的是另有所图 要解开这些谜团 还得从这个房子的女主人小丽开始说起 小丽名叫李丽 十年二十七岁 出生在贫青农村的她 可就没有一个温馨的家 在她四岁的时候 父亲呢就迷上了赌博 这工作也不做了 还总是向李丽的母亲要钱去赌 更是欠下了一屁股的赌债 家里整天都是那些来要债的人 害得母女俩呀到处的躲债 就在李丽六岁的时候 她的父母离了婚 李丽也就归了母亲抚养 这李丽的母亲靠着自己啊 在集市上摆地摊 是一分钱一分钱的攒 一个人艰难的供着李丽读书 这功夫可是不负有心人呢 李丽呢 如愿的考上了一所外籍的名牌大学 可是大学四年 除了过年的那几天 李丽连寒暑假 她都不愿意回家 她是打心眼里啊 想要脱离那个贫穷的老家 而老母亲呢 仍旧每天早出晚归的摆着她的菜摊 为女儿积攒着每个学期的学费 这好不容易把李丽供到了大学毕业 原以为这李丽啊 可以回到自己的身边 自己呢 也想想儿女福了 可李丽却决心留在这个城市 为了不耽误女儿的大好前程 这老母亲啊 也只得答应 凭着优异的鄙视成绩和理想的面试表现 李丽进入了一家著名的外企 有了不错的收入 李丽的生活呢 日渐好了起来 虽然李丽每个月都给母亲寄生活费 可她还是很少回家 难得呢 去看看自己的母亲 这李丽把所有的精力 全都放在了工作上 李丽凭借着自己的努力 终于在这个城市站稳了脚跟 但她并不满足于这些 从小缺食少医的日子 她是过怕了 她想 既然自己的出身决定不了 那么婚姻就是唯一翻身的机会 一定要找个家庭富裕的人家 才能彻底改变自己的人生 有了这个目标后 她就像一只猎豹般 找寻自己的目标 很快 猎物就出现了 就在公司的年终酒会上 李丽认识了老板的儿子 邓伟 邓伟呢 十年二十八岁 英国名校毕业的海归 作为子公司的负责人 在酒会上呀 她做了精彩的发言 高大帅气的邓伟 让李丽是一见倾心 家世身份 更让她觉得呀 是非此男不嫁 李丽决心 一定要抓住这个 麻雀变凤凰的好机会 此后 她利用自己的工作 是有意的接近邓伟 总是找借口啊 约邓伟吃饭 空下来呢 便发转信给邓伟 这两个人从公事 聊到了私事 从工作 聊到了感情 这都说 男追女是隔层山 女追男呢 是隔层沙 一切都如李丽所期望的那样 没多久 这两人啊 可就走到了一起 开始了频繁的约会 正式交往之后呢 李丽偶然得知 邓伟的前女友 那可是一个漂亮 温柔的模特 两人一度啊 谈婚论嫁 可最后呢 还是分道扬镳 仔细打听下去 原来啊 那女孩从小在单亲家庭长大 对感情没有安全感 经常偷偷的看邓伟的手机 查他的聊天记录 甚至还威胁邓伟说 如果和他结婚 绝对不能离婚 而这一切都让邓伟觉得疲惫不堪 两人呢 最终也是分了手 邓伟也多次跟李丽说 自己非常不喜欢单亲家庭长大的女孩 觉得她们太难相处了 这李丽听了 心里自然是很惶恐 自己可就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呀 但她还是故作轻松的笑了笑 李丽表面轻松 内心却无比惶恐 如果告诉了邓伟自己家庭的实情 就相当于告诉邓伟自己并不符合她的条件 眼看煮熟的鸭子就要飞了 怎么办呢 这天晚上呢 邓伟开着车 带李丽去参加了一个酒会 这路上邓伟是不经意的问道 小丽 你父母退休了吧 这李丽心里是一惊啊 咬着牙撒谎说道 我爸妈呀早就不在了 紧接着呢 她解释道 我爸妈呀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可是我上初中的时候 他们就在一场车祸中双双去世了 我呀是姑姑和姑父带大的 说着呢 这李丽呀就哽咽了 邓伟一听啊 那是深感怜惜啊 看着女友悲伤的表情 她握紧了李丽的手 也没有再追问下去 知道李丽不是担心家庭 长大的孩子之后啊 邓伟对李丽也是越看越满意 此后邓伟就经常带着李丽 出入高档饭店 出席各种活动 当李丽被称作是邓少女友的时候 从未有过的优越感 让她对嫁入豪门 有了更加切实的渴望 而李丽也是个有心人 经常带着礼物 去看望邓伟的父母 把二老哄的呀 那别提多开心了 而没多久呢 这李丽怀孕了 欣喜之余 她也知道 像邓伟这样的公子哥 可是没那么好收服的 这孩子啊 无疑是她进入邓家的重大筹码 李丽立刻把自己怀孕的消息 告诉了邓伟和邓家二老 这邓伟平日里啊 可是自由惯了 也不想这么早结束单身 可爱于自己的父亲母亲 都非常的喜欢李丽 而现在呢 又有了孩子 只好硬着头皮 答应了和李丽结婚 此时 李丽想起了远在家乡的老母亲呢 这马上要结婚了 母亲那边该怎么交代呢 这绝对不能让母亲的出现 毁了自己的婚事 为嫁豪门 李丽的一个决定 让母亲心意糟戈 但她又觉得 女儿也并没有错 是自己太穷了 让女儿失了面 妥协后的母亲 遭到了心理和肉体上的双重打击 没有积蓄的老人呢 常常连饭都吃不上一口 做得不行了 就只能向邻居们讨口饭吃 李丽做了什么 让自己的亲生母亲 做得如此尽力 女儿嫁人 不认妈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左思右想之后 她决定给母亲打一个电话 妈 妈 我要结婚了 老公是我老板的儿子 家境和条件呢 都非常的好 可是啊 妈 他们家对门第的要求特别高 要是知道 我是单亲家庭长大的 家里又这么穷 肯定是看不上我 所以啊 我就跟他们家说了 我的家里人都不在了 这老母亲可是愣在那里 半天没说话呀 其实她听明白了女儿的意思 心如刀割呀 但她又觉得 女儿也并没有错 是自己太穷了 让女儿失了面子 如果真的告诉了亲家 只会搅黄了女儿的婚礼 半上老母亲说道 小丽 只要你过得好 妈就吃足了 挂了电话 老人是老泪纵合 过了两个月 邓家选了个良辰吉日 在某五星级酒店举办了婚礼 场面是豪华隆重 李莉是如愿的嫁入了豪门 婚礼当天 李莉的姑姑和姑父 作为娘家人出席了婚礼 他们还带来了一个老乡 叫做周桂香 说是要给怀孕的李莉做保姆 这酒席上 邓伟也不好拨了姑姑的面子 也就答应了下来 李莉随口叫了一声周姨 没有再多说话 这个周姨可不是别人 正是李莉的亲生母亲周桂香 女儿进了城 过上了好日子 她也日思夜想 就算女儿不敢认我这个妈 她也是自己的亲骨肉 因此她宁愿以保姆的身份 来照顾女儿 能天天的看着女儿 照顾女儿 她也觉得很满足 周桂香手脚麻利勤劳肯干 家里被她收拾的是干干净净的 而且她做的一手好菜 特别对李莉的胃口 没多久 这李莉可就胖了不少 这让邓伟很是开心 可是这老太太呀 是哪里都好 却有个缺点 就是啊 这小梁头吵架的时候 她总是插嘴 说什么女主人都怀孕了 邓伟啊 应该让着她 这可让邓伟非常的恼怒 你个保姆 我们夫妻两个的事啊 你掺和什么呀 你呀 给我滚眼点 说完呢 就开始让周桂香干这干那 周桂香啊 也只有忍气吞声的埋头干活 八个月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一转眼 李莉马上就要生了 产房外 这周桂香似乎比邓伟还要紧张 孩子出生了 是个男孩 邓家人呢 是欣喜若狂 而周桂香对这个宝宝呢 也是心疼得不得了 在她的照看之下 孩子是一天天健康的长大 可是一个屋檐下 生活的时间长了 邓伟和周桂香 这个乡下保姆之间的问题啊 也就越发的明显了 而且这彼此的矛盾 也在这磕磕碰碰中 不断的升级 周桂香平日里啊 节俭惯了 总是不舍得把家里的剩菜 剩饭倒掉 家里喝完的饮料 瓶看完的杂志 报纸 也全都被周桂香 像宝贝一样的收了起来 这邓伟发现了之后 是暴跳如雷啊 大骂周桂香 给邓家丢人献眼 说着呢 就要辞退她 这李丽 见周桂香被训得 是眼圈发红 忍不住啊 就劝了丈夫几句 可没想到 邓伟马上就将矛头 转向了妻子 都是你 平时老是弹哭她 搞得这个保姆 这么没规矩 我呀 就是在教她 怎么做个保姆 你少管 李丽几次想说什么 却都被邓伟给噎了回去 这一天 孩子闹起了肚子 十分严重 邓伟下班回家 本来就因为 白剑的工作不顺心 很是郁闷 他是气的呀 我冒三丈的埋怨周桂香 就是因为你 平日里呀 不肝不尽的 吃剩的不到屌 还攒了一大堆垃圾 手上身上全是病菌 这才害得孩子生病啊 这周桂香 可是一脸的委屈呀 刚解释了几句 这邓伟就接着说道 你还敢狡辩 立马给我收拾东西 走人吧 看着老保姆 抱着李丽的腿 跪在地上 哀求着不肯离开 这邓伟竟然是大打出手 酿下了老人 被摔下楼梯的惨剧 也就出现了 我们节目开头 所说的那一幕 眼看着周桂香 摔下了楼梯 痛苦的呻吟着 李丽情不自禁的 大喊了一声 妈 妈 邓伟一下子愣住了 李丽 你不是父母双王吗 哪里来的妈呢 看着躺在地上 满脸嗜血的母亲 李丽崩溃了 她疯狂的跑下楼 抱着母亲 痛哭着告诉邓伟 她就是我的亲妈 你的丈母娘 李丽的这一声 妈震惊了邓伟 同时也深深刺痛了周桂香 为了能天天见到 日思夜想的女儿 为了能亲手照顾小外孙 她忍辱负重 当保姆 这一年多的委屈 心酸 在这一瞬间 全都爆发了出来 看着女婿 鄙视和冷漠的表情 老人不想再忍了 她挣扎着站了起来 拨通了110 紧接着 周桂香被送进了医院 警察也把邓伟带走调查 后经法医鉴定 周桂香构成了轻伤 警方正式立案 不久之后 检察院便以邓伟 犯故意伤害罪 向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 随后 法院是公开开庭审理了 这起案件 判决邓伟犯故意伤害罪 判处拘役六个月 管刑一年 这邓伟可是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会有这样一个丈母娘 可真是把邓家的爷面娘 全都丢尽了 现在呢 还闹得是整个公司都知道了 他邓伟是个糊涂探 被这娘俩呀 骗得是团团转的 更可恨的是 周桂香还害自己被判了刑 他一气之下 丢下妻子儿子 回到父母的别墅去住 并放话给李莉说 这个丈母娘呀 我是不会认的 你要不把她送走 要不啊 咱们离婚 难道这么久以来的努力 花了这么多心思 才和邓伟结婚 就因为母亲 自己就要豪门梦碎吗 李莉狠了狠心 对周桂香说 妈 事情啊 都到了这个地步了 你还是回老家吧 以后啊 我们的事儿 你也别管了 这周桂香也只好流着泪 收拾了自己的东西 离开邓家 回到了老家 而李莉呢 又在邓家 过起了阔太太的日子 偶尔啊 她也会想起 自己在老家的老母亲 不知道她过得怎么样了 可是这邓伟呢 却一直记恨着周桂香 不许李莉啊 用家里的一分钱 去贴补老人 李莉也不敢再在邓伟面前 提起母亲 周桂香回到老家的日子啊 很辛苦 她只能靠帮着别人 做点家务维持生计 一晃三年过去了 周桂香的身体啊 是每况愈下 她几次打电话给李莉 想让她给自己的生活费 可是 一想到自己让女婿被判了心 再想想女儿 当初那种埋怨的眼神 最终啊 她还是把道了嘴边的话 硬生生的给咽了回去 没多久 老眼昏花的周桂香 就再也做不动家务了 没有积蓄的老人呢 常常连饭都吃不上一口 饿得不行了 就只能向邻居们讨口饭吃 而这一切 李莉和邓伟都浑然不知啊 直到有一天 李莉接到了老家村委会的电话 你是李莉吗 你妈妈周桂香啊 下雨的时候滑倒了 掉进了村里的池塘 腿摔断了 现在在医院没人付医药费 你快点回来一下吧 李莉放下了电话 心中十分忐忑 她没敢告诉邓伟实情 找了个借口啊 当天下午就乘火车 回到了老家 看到病床上已经瘦了脱了心的母亲 李莉是一阵心酸呢 医生告诉李莉 老人年纪大了 不适合做手术 只能打石膏 出院回家静养 而且呢 老人严重营养不良 身体极度虚弱 需要好好的调养 这村委会的大妈呢 也把老年这几人的状况 是这般如此 如此这般的给李莉讲了一通 这李莉是越发的觉得 自己啊 是真不孝啊 这眼泪呢 就像断了线的珠子 噼里啪啦的往下掉 办好了出院手续 李莉刚把母亲送到家 就接到了邓伟的电话 电话的这头 李莉是一五一十的 把老人的情况跟邓伟说了 希望邓伟能让他在家照顾一下母亲 可电话那头 邓伟却在怒吼着 李莉 你还敢偷着回娘家 你们娘俩骗着我还不够吗 摔断腿 你唬谁呢 我告诉你啊 你要不早点给我滚回来 要不你就别回来了 在荣华富贵和亲生母亲之间 李莉再次做出了选择 李莉再一次选择了逃避责任 她俯身帮母亲掖了掖被子 紧接着站了起来从都没赶回 一路小跑着就到了火车站 被抛弃的母亲活活冻死在寒风中 得知噩耗的李莉激进崩溃 我杀死了我妈妈 我要自首 虚弱不堪的母亲怎会独自冻死在寒风中 李莉又为什么说自己就是杀母凶手呢 女儿嫁人不认妈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邓伟催着自己赶紧回去 老母亲又该托付给谁呢 就在这时 李莉突然想起了一个人 姑姑 姑姑家就离母亲家不远呢 母亲现在这个样子 姑姑也不可能袖手旁观吧 紧接着 李莉便找了几个人 把周桂香抬到了姑姑家的门口 这会儿呢 已经是夜深人静了 一看到是铁将军把门 李莉的心犹豫了一下 可就在这时 邓伟的电话又来了 你滚到哪了 再不回来 你就直接去民政局吧 咱们离婚 你和你妈过吧 一边是丈夫催促的电话 一边是婚睡的母亲 李莉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犹豫 她一手握着电话 一手摸着周桂香哭瘦的身体 时间一分一分的过去 她知道她迟早都要做出决定 最终跟当年一样 在现实面前 李莉再一次选择了逃避责任 她俯身帮母亲掖了掖被子 紧接着站了起来 头都没敢回 一路小跑着就到了火车站 买了票 她就回到了邓家 她在荣华富贵的诱惑下 抛弃了自己的亲生母亲 第二天一早 村里人发现了周桂香的时候 老人已经去世了 经法医鉴定 死者年老体弱 当晚天气降温非常的寒冷 判断周桂香的死亡原因为冻死 原来啊 李莉的姑姑和姑父外出打工 已经很久没回来了 那夜 周桂香孤零零的一个人 在瑟瑟的寒风中 是如何寒恨而终的 我们已经无从得知 得知恶耗的李莉 精神激进崩溃 她是痛哭流泣 小时候 她和母亲相依为命的一幕幕 在她的眼前一一重现 万分后悔的她 真的希望可以重头再来 如果再让她选择一次 她再也不会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 抛弃自己的母亲 可是现在一切都已经完了 她居然亲手害死了周桂香 她拿起了电话 拨打了110 我杀死了我妈妈 我要自首 是啊 正是因为李莉对老人的不负责任 直接导致了老人的死亡 换句话说 李莉虽然没有拿刀子 直接刺向周桂香 但如果她没有把周桂香 放在姑姑家的门口 当月呀周桂香也不会因为无人照料而冻死 这李莉说自己是杀人凶手 那可是一点都没错 但是对她是否应以杀人罪来定罪量刑呢 我们呢 先来梳理一下本案的几个关键点 第一 周桂香和李莉是母女关系 李莉对周桂香赋有法定的抚养义务 第二 李莉已经成年 且具有经济能力 但是长期以来 她对周桂香是不闻不问 没有履行抚养义务 第三 在周桂香极度虚弱 无法行走 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情况下 李莉把周桂香单独弃置于他人门前 也没有采取其他的救助措施 最终导致了周桂香的死亡 根据我国的刑事法律 李莉对周桂香富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 最终导致周桂香死亡的行为已经构成了遗弃罪 根据我国刑法第261条的规定 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 富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 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 如果李莉具有通过仪器非法剥夺周桂香生命的故意 并且将他放置于人际罕至的深山辟野 最终导致周桂香的死亡 那么依法构成了故意杀人罪 但是在本案当中 李莉把周桂香放在了姑姑家的门口 而且主观上她也没有杀人的故意 她只是不想履行法定的抚养义务 因此应当认定为仪器 最终检察院以李莉犯遗弃罪 向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 可是让谁都没想到的是 人们在整理老人遗物的时候 竟然在周桂香的枕头底下 发现了一个小纸包 被层层叠叠认认真真地包裹着 打开一看 那是一块非常漂亮的小金锁 上面刻着赠小外孙 这是周桂香当年在女儿家做保姆的时候 不顾女婿的埋怨和误解 用卖废报纸杂志和饮料瓶攒下的钱买的 为外孙买块小金锁 一直是老人的心愿 开庭的这一天 雨一直下个不停 姑姑和姑父为李莉带来了那块小金锁 赠小外孙 多么醒目刺眼的四个字 直到去世 周桂香都没有机会听小外孙叫一声姥姥 想着母亲在生活最艰难的时候 都没有将金锁变卖 在连吃饭的钱都没有的时候 都不肯给自己打电话 而自己竟然将母亲放在寒风中活活冻死了 李莉撕拽着自己的头发早已气不成声 自责后悔都已无用 一辈子一心只为自己好的母亲永远的闭上了眼睛 经过法庭审理之后 法院最终判决 李莉犯遗弃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 看着李莉被警察带走了 拿着判决书邓伟哭了 就在得知周桂香被冻死的那一刻 他看着李莉痛哭着向警方自首 他知道自己真的做错了 是自己的偏见毁了一个原本幸福的家 是自己的冷漠 推着周桂香一步步的走向死亡 他愿意等着李莉出来 他给儿子戴上了那块金锁 并将儿子改名邓念词 观众朋友 当个人的现实利益和亲情关爱发生矛盾时 我们该如何抉择如何处理 我想今天的案例给了我们大家很好的启示 真心的希望母亲成为保姆的案例 不要再在我们的生活中发生 孝敬父母疼爱家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有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常回家看看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法律讲堂 我们下期再见 山村青年鬼节身亡被怀疑是恶鬼所命 鬼呀鬼呀求求你了 有仇报仇有冤报冤 你就放过我们 青年父亲却称儿子之死是一场谋杀 而谋杀李小文的不是别人 正是他的好朋友赵南和李宇 一个青年的突然死亡 是续谋已久还是另有眼情 鬼节状鬼 法律讲堂下期播出